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众魔老婆》中就有一个不欺眼 有没有魔法超龙力的普通高中女生 本应该化作路人被人淡忘 但是却在故事中成为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甚至被观众称为圣人的存在 她就是今天的开箱主角了 出自路人女主养成办法中的家庭会 第二季刚完成不久 动画中的家庭会也是一概往日不起眼的属性 一长发写向诗人惊艳了一回 老婆美容化 就角色人气上来说还算是比较高的 像水族馆Frainin、Elliplex都出过她的相关产品 下面之前也做过Elliplex的贵资家庭会 但是在做光和环度上总感觉少了些什么 直到去年JSC开放预定滑坡沙伴们 才真的是找到了动画中所描述的轻飘飘的感觉 当然也是答应了小伙伴们出过了马上来一波评测 到处一句五月初核却是延期到了六月中旬 再加上卡关的影响到现在才来到手 等了这么久也是十分期待 GNC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呢 包装盒可以看到是以粉色为主 非常的可爱 正面透明窗口可以直接看到本体 然后可以看到是一个没有带帽子的包型 侧面可以看一下有两个小窗口 这里好像隐约的有福利到时候查的时候再看看 来看一下背面 背面就是一些实拍照 白色的背着帽是作为配件可实现两种造型 下面还是觉得有帽子更加的有声 再来看一下GNC 这个就是生气木人的原画 让人容易联想到动画第三集中 家头会出自以这个装扮初见时的场景 就是这种回眸一笑的初见沙的感觉 好 我们来把它拆开 这里有一个特点版的明星片 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主题生日会 可以看一下胸口这里的福利角度 还好 果然是神气木人老师 先把它搁回来 地台 可以看一下 地台这边呢是一个毛茸茸的 设计的还有它的背领帽 帽子 看一下 哦 这个帽子是 没有磁贴的 估计到时候不是很好戴的样子 来把它 看上来了 帽子帽子 帽子 算了我还是不给你们戴帽子 先给你们展示一下福利角度 兄弟的 看不到吧应该 算了 就这样吧 到时候详细评测的时候 再给 啊 啊 为什么 我没有割好吗脸都 戴上帽子 回眸一下 好 以上 其实这款手版挺让人意外的 包括虾米家类 可能大部分玩家都觉得是 被那种纯纯的滑坡纱的感觉所吸引 而这种宽衣解带的福利 如果不是见到实物 还真的是猜想不到 除此之外 还增加了隐藏裙子可脱设计 真是一个恋人窒息的操作 虽然让虾米心中所想的那种 纯纯的感觉减分不少 不过加入福利呢 也算是神的人心 啊 你们觉得呢 好 啊 啊 迷惑瞬間も誰かのトキメキになるって信じてるから いつも見つめてたあの空の向こう いつだって夢見てた景色が待ってるの パッドを上げるように心を開いて君のことを もっともっと知りたいな 誰よりも隣にいるから 这款由GSA出品的加当会 采用的是1比7的比例 算上第一台和帽子 高度以为25厘米 地台所采用的专容材质 和手办本体轻飘飘 软綿綿綿的感觉 搭配的很是不错 这种特色的地台 可以说是本系列的传统 就是这个脚步打撞的深度略浅 导致暗插不射的脑靠 容易摔倒 加密我呢 就是因此摔倒了 导致头发战损 粉絲心疼 大家在摆放的时候 千万要小心啊 原型则是出自动画 第一季第三季中 由イネネ所设计的女主角形象 用动画中的说法 更迷你 更轻盈 更下次元 所以整理都是出卖色为主 绵衣群呢 给了一种情飘飘 软绵绵的感觉 边缺还有蕾丝花边点缀 即便是在动画中呢 也是足够梦幻 被迷住的 可不禁用男主角 还有屏幕前的 各路会吃哦 这款手办 只是选择了动画中的原型 因为造型上 实在是有加料 鲜火色的外套 成一个半拖的状态 雄前呢 也是半截衣衫 不得不说 之前的关注保密工作 做的可是真好啊 食物的小惊喜呢 还真的是让人有些意外 那次的粉丝蝴蝶结 与轮廓刻画都算清晰 尤其是这胸部 脊压出来的幼儿生垢 我会什么时候 有这么饱满呢 真的是让人羡慕 再加上 这个表情 这样治愈中 越来的羞涩 不禁让人对着之后的故事 降入菲菲 在动画中呢 各位女主角的福利镜头 可谓毫不吝啬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都能让人看得过瘾 可到了我会 总是少得可怜 不过细心的观众 还是能抓住机会 找到动画中 不多见的福利 当然 这也在手办上 得到了还原 刻画上 并不是出卖色 而是采用一个 淡淡的粉色 透过此处的角度 还能看到胖子的顶端 也有花纹 其实 这里一丝不苟的细节 都是为了之后的福利 做铺铛 面相相比起来 更倾向于动画风格 而不是原话 头发外型的素材上 比较令人满意 发前的蓬松感 也表现了出来 下端还有紫色 界面处理 整体看起来 颇有种梦幻的感觉 就是有两处 单独的发丝 和整体融合的不太好 显得十分突兀 有点画色天足的感觉 所以就只能 戴上帽子 演示一下了 而帽子 作为一个附带的 清紧配件 可以选择戴在头上 或是和原话一样 放在脚边 霞米更喜欢戴上的感觉 毕竟这点帽子 是贯穿了两季动画 还是很有意义的 修长的腿部 一直是美少女手办的 一大看点 腿型的塑造上 还是属于偏瘦的美贤身材 并不是那种 具有肉肉的感觉 如果能再服满一些 会更好吧 白色上有淡淡的硬涂装 但黄色的高光 大概是想模拟出 半透质感 就是实际效果 不是很理想 尤其是脚部的黄色 有些过重 给人印重不太干净的感觉 就漆面上来说 更希望能够采用 白色珍珠漆面 应该可以更好的表现中 透明反光的质感 接下来就到了重中之重了 就是这个手办的 隐藏可夺功能 只需要从腰部拆开 直接丢戴爱事的裙子 就可以了 盒子中其实并没有 附带说明书 官图也没有这种玩法 如果不是拿不掉 用来防止寸色的塑料纸 还真不知道能脱下来 也算是一种隐藏福利吧 这样我会呢 就从半腿半袖的感觉 变成了红果果的 穷极本类了 脱掉裙子之后 不仅可以蓝腿部的曲线 更是能看到 诱人的肚脐和小腹 还有这性感的穿子纹 快说 是不是天天在家练养 我起坐 从侧面看呢 这胖子的雷痕 也显得有微肉感 真是让人把持不住 不过这种方式 毕竟不是官方玩法 所以腰部的接缝 还是有些明显 也有玩家表示 为了福利呢 我就忍了 总结这款手办 给下面的第一印象 就是性价比颇高 500多元的价格 对于1比7的比例 也算是良性价了 相对应的 这款手办呢 也并不属于高端商品 一些小细节上还缺乏打磨 足够上略有不完美之处 比如头发啦 白色的阴影呢 但总的来说 对得起GNC与三家的名号 让人意外 却又值得称赞的 就是可拖的福利设计 增加了不少的观赏性和实用性 其实在仔细观察原话 不然发现 右手解开的衣扣 光脚站立的造型 和散落在地上的背雷帽 其实就已经是在暗示些什么了 结合GNC之前 奴人女主相关产品 从学姐到伊尼尼 各个都是有福利的 所以这款手办的可拖 也是清理之中 所以目前市面上 比较完美的圣人会产品 还是很适合广的会吃的 反正嘛 我已经先帮回家啦 陆尼主动画的第二季已经完结 不过看着即将展开新故事的结局 第三季嘛 也是吃吃的事了 然而最重要的 还是校园班的销量不错 那女主也被翻译成 不起眼女主的养成办法 无论是动画中的角色 还是玩家心中的形象 都从最初的不起眼 渐渐成为了女主 下面连讲的会计相关的产品 也渐渐多了起来 光是GNC自己 就两款产品开启了预订 而A爹也是放出了大招 一款沙发三连做 更是今天全场 以后有机会 也会为大家带来开箱 记得持续关注哦 那本期的海箱就到这里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大猫小虾 和我交流 如果你喜欢魔玩手办游戏 ACG等等 请一定要关注我们 在这里你可以听报 看报 赏报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下期再见 加入 优优 verball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